瑞芳北36线道靠近瑞宾里的部分 路幅本来就不宽 到了几处弯道只能是勉强通行 有时候行人和车辆一同在路上 常常因此发生查状意外 又或者是行人勉强走在路边 有时候也容易跌进一旁的侧沟里 瑞芳北36线道靠近瑞宾里的部分 路幅本来就不宽 到了几处弯道更只能勉强通行 有时候行人和车辆一同在路上 常常因此发生查状意外 或是行人勉强走在路边 有时候也容易跌进一旁的侧沟里 了解北36因为是早期开闭的道路 所以路宽度都不是很宽 那去年度在地方反应 里长反应 那说有些弯道部分 在车辆在会测的时候 比方容易发生安全上的顾虑 地方有感于现在 北36线登山的民众越来越多 道路安全不得不重视 因此几处弯道的侧沟也要求市府加盖 增加通行的路幅 也让行车路线更加安全 小弟一直建议市政府会快来做 来回来快来做 南京保障来做是 有做保温 生湾头的保温 有做的比较高 那这一部分 青年完成会干之后 我们非常感谢市府 养工处 在整个三周已经把整个 有危险路段的湾头 在旧新的水货家里加改 那这样大陆宽度会 在会测的时候会比较安全 虽然目前按照现况 没办法整条道路测沟完全加盖 但市府公务局已经针对 弯道及较狭小路段 进行测沟加盖 以保障用路人安全 解诚为瑞芳采访报道